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灵界变革》 这是一本2024年1月份出版的新书 再开始解读前 先请你做两个小小的思想实验 第一个问题 假设你手里有个咖啡品牌 你想把它推向市场 你会选择谁来帮你推广呢? 选项A,社会明星 比如影视演员,直播带货的大主播 选项B,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但是朋友比较多 爱喝咖啡的普通人 请问你会选A,还是选B 第二个场景 假设你想要推广一项开创性的新产品 比如一款可以戴出街的VR眼镜 你会选择谁帮你推广呢? 选项A,有千万粉丝的科技博主 选项B,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但是朋友挺多 爱尝试科技产品的普通人 这次你会选A,还是选B呢?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A 也就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 那么今天这本书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它将告诉你 在某些场景下 选项B,也就是看似平平无奇的素人 他们的社交网络更能够帮到你 这本书的作者 是美国的社会网络专家戴蒙·森托拉 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 也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他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不少成果发表在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 这本书正是他主要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 产品流行的路径是什么 其实,开头的思想实验 探讨的是这本书的核心议题 想让产品流行 要遵循怎样的推广路径 你可能觉得 选项A 也就是依托一个中心人物 靠他们的影响力 实现产品和品牌的快速传播 这不是惯例吗 的确,从有广播、电视开始 传播就是中心化的 一开始,传播依赖中心媒体 想推出一款洗发水 一个饮料品牌 要去电视上打广告 之后,媒体变得多元了 有了手机和各种APP 但是,KOL 也就是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们兴起了 传播又开始依赖这些中心人物 一个大主播 可以把一个不知名的服装品牌卖到爆 你看,中心化的传播 不是最基本的产品推广模式吗 我们先不着急解释 先来看一个案例 在上世纪90年代 德国开展了一项 全民安装太阳能的计划 效果很显著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德国安装太阳能电池版的 家庭数量从2000 户增加到超过57万户 为什么这场太阳能推广计划这么成功呢 项目组本来认为 是因为他们请了很多名人来宣传太阳能有多好 也做了不少广告 宣传工作做得到位 没想到 后续有研究学者发现 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并不是那些名人和广告 而是民众的邻居是否安装了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很显眼 一户安上周围几户都看得见 大家就凑上来问 你这是什么 好不好用啊 这个产品就这么在邻里间传播了开来 后来 日本效仿德国 也开始推广全民安装太阳能板 也做了很多宣传广告 有学者调研发现 日本民众安装太阳能板 同样并不 是因为广告 而是他们的邻居安装了太阳能板 他们安装太阳板邻居的数量越多 他们采纳太阳能板的概率就越高 你看 太阳能板的普及 并非依靠中心化的人物和广告 那么 他跟我们曾提到的洗发水 咖啡等商品 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其实 差别就在于 采纳产品的启动成本 这个成本不是指产品有多贵 而是指这个产品 对于用户观念 行为 甚至整个社会规范的挑战有多大 洗发水 咖啡 是一个启动成本比较低的产品 它不需要人们改变行为习惯和观念 与现有的社会系统兼容 传播这类产品 被作者称为简单传播 利用中心化的媒体就可以迅速扩散 但是 太阳能板 是一个启动成本比较高的产品 这类产品 往往带有需要学习的新技术 或者挑战了用户本来的生活方式 甚至颠覆了用户的既有观念 这类产品被采纳的过程 被作者称为变革 没错 它就是本书标题 临界变革中的变革所指 而推动变革 需要从用户周围的人际关系入手 为什么呢 这跟关系的强弱有关 用一句话就可以解释 简单传播 靠的是弱关系 而引发变革 靠的是强关系 弱关系的劣势弱关系 是那些与你有过一面之缘 甚至只在网上有过互动 但不在你日常社交圈的人 明星网红 影响力人物 多的是弱关系 强关系 是与你联系比较紧的人 比如周立姑姐 朋友同事 按社会学的定义 可以从四个维度 来测量关系的强弱 互动频率 信任 度 亲密程度 互惠交换 互动的次数多 信任度高 关系密切 经常有利益往来 就是强关系 相反 就是弱关系 弱关系最大的优势 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就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高 作者把弱关系的传播模型 叫做烟花模型 信息可以从一个点迅速四散 所以 简单的信息 比如一个明星的绯闻 或者一个接受门槛低的新产品 经由弱关系 可以迅速在人群中蔓延 成为流行话题 或者爆款产品 但是 弱关系的劣势也很明显 中心节点对四周的影响力弱 对于变革级别的创新产品 产生的说服力不够 更糟糕的是 作者发现 利用中心人物的弱关系 去传播创新类产品 甚至有负面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主角是谷歌眼镜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并不成功的产品 如今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但是 当初谷歌推广这个创新产品 可是花了大力气 它召开了大量的新闻发布会 媒体见面会 甚至让跳伞运动员 带着谷歌眼镜跳伞 来展示谷歌眼镜 对高空画面的捕捉 一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 谷歌眼镜要问世了 结果 眼镜一上市 不仅销量惨淡 而且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争议 有人说谷歌眼镜 有潜在的隐私风险 佩戴它的人 可以实时监控别人 有人说 戴这么昂贵的眼镜的人 是自以为是的伪技术精英 还有人叫戴谷歌眼镜的人眼镜混蛋 谷歌不仅没有赢得利润 而且连企业生育也受损了 作者分析 这就是弱关系传播 带来的负面作用 当用弱关系 让所有人知道了这个产品 却没能让大部分人采纳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 所有人都在谈论它 却很少有人购买它 这比没人知道更糟 一方面 这会削弱人们对这项创新的信心 公众会认为 这项创新过于小众 难以融入主流市场 另一方面 人们会带着挑剔的眼光 对这个产品提出种种质疑 让产品缺点放大到极致 你看 如果你手里有一个创新产品 它可能有需要学习的新技术 可能要让用户的使用习惯发生改变 可能挑战了用户既有的观念 那么就不能简单的用中心式的传播 汹涌而来的关注 可能会把这颗刚长出的小幽苗摧毁 那应该怎么把这个创新产品推出市场呢 这个时候 强关系就发挥它的优势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 强关系对网络节点的影响力强 能达成更深的说服 毕竟大家是朋友 邻居 同事 彼此信任 不过 这还不是强关系完整的威力 本书指出 强关系最大的力量在于 它有冗余效应 冗余听起来是个负面的词 什么是冗余呢 简单说就是 你在朋友 A这里听到一个消息 朋友 必早就告诉你了 一个信息 在一个节点 被传达了多遍 作者把强关系的传播模式 称为语网模型 点与点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连接 所以造成了冗余 站在传播效率的角度 冗余是强关系最大的劣势 但是 站在采纳变革的角度 冗余却是形成影响力的最大优势 要知道 一个人要采纳变革 需要至少三个条件 第一 可信度 这个东西我信任 我才采纳 第二 协调性 说白了就是 我用了这个产品 才能跟我的社交圈融进去 比如 周围的人都用了一个社交软件 如果我不用 他们用这个软件就联系不上我 我就融不进社交圈了 那我得用 第三 震荡性 也就是 这个产品要符合社会规范和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 谁也不想被看成异类 而冗余 恰恰让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 首先 很多朋友都在推荐同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至少可信吧 而且 很多朋友都在用 说明它已经是社交圈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那我也不能落下 再说 这么多朋友 来自不同职业 不同背景都在用 我也大概率能判断 这个产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所以 冗余 看似效率低 但恰恰是变革发生的关键 作者也做了一个社会实验 来验证冗余的作用 这里提一句 作者戴蒙森托拉 是最早一批开始采用网络实验进行研究的专家之一 书中收录了几个他亲自设计和实施的实验 我会挑选最有趣的几个为你解读 说回这个实验 作者创建了一个在线健康社区 并且招募了 一千五百名关注健康的志愿者 他把这些人随机分为两组 每组再细分为六个在线社群 第一组的六个社群都是烟花结构 这模拟的是弱关系的传播模式 另外一组的所有社群 都是渔网结构 这模拟的是强关系的传播模式 随后 作者给每个社群中的一三个人 推荐了一款软件 叫健康资源数据库 这个资源数据库的注册流程比较繁琐 这些志愿者之前也没用过类似的数据库 所以可以看作变革级别的产品 结果 作者果然发现 在烟花网络社群中 这款软件的链接在整个网络中 成爆炸式传播 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注册和使用这款软件 而在渔网撞社群中 软件最初的传播速度慢得令人发指 新的注册者会将通知发送给同一群人 而这些人刚从前一个注册者处得知这一消息 但是 渔网社群里 有更多人注册了 并且很多人反复地打开软件使用 停留时间也很长 作者在这两组共12个社群里 无一例外 都发现了这种结果 这个实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认识 强关系的冗余 更能够推动变革类事件发生 好 来小结一下 在这一部分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 引发变革 不能依赖弱关系 而要依赖强关系 这不仅仅是因为弱关系影响力弱 强关系影响力强 更是因为弱关系 会产生一种被众人所知 却无人采纳的尴尬局面 而强关系有冗余效应 可以满足创新采纳的三个条件 可信度 协调性和正当性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品牌经理 要推广一款创新产品 要不要采用看起来光芒万丈 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人物 得慎重考虑 可以先从强关系入手 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 慢慢渗透 或许是更有效的策略 理解了强关系的作用 再回头看生活中的种种事件 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有很多新产品的推广 是从朋友圈开始的 越来越多的品牌投广告 不找拥有大量粉丝的大博主 而是找那种跟粉丝联系很紧密 接近强关系的中小博主 这些策略 都是在利用强关系 来拓展生意 在很多直销模式中 销售会跟用户交朋友 他们会组织聚会 比如爬山 读书会 等等 在玩乐间自然而然把产品推出去 群主大姐回老家 还会给群员带特产 听说有人感冒了 都会去帮忙 这都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强关系 做成生意 也让对方感到温暖 最后 需要特别提醒一点 这一部分提到的理论 并不完全是作者的原创 比如简单传播 依赖弱关系 而引发变革 依赖强关系 这个观点 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尼古拉斯 在《大连接》这本书里提到的 原话是弱关系传递信息 强关系改变行为 同时 弱关系会影响人们对创新的信心 以及强关系的冗余效应 都是被多位学者讨论的 这本书的特点是 能把这些理论连起来 融会贯通 并且把社会学理论 拓展到了商业的场景中 这依然是挺有意思的事 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我们已经理解 推广变革类产品 要从强关系入手 那么 具体来说 应该找强关系里的谁 做推动人物呢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要找强关系中的中心节点 也就是朋友多的那一个 或者在朋友中有威望的那一个 这个观点确实有道理 但是 除了这一点 作者还给了我们三个更加具体的建议 首先 如果你想让目标用户相信产品对它有用 就要找跟目标用户相似的人 做推动人物 怎么强调一个产品有用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找这个方面的专家 最好让他们带头用这个产品 专家的背书就是最好的说服 但是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结果正好相反 他们发现 医生通过展示个人的生活习惯来宣传锻炼的好处时 民众不仅没有跟从 反而感到了愤怒 他们拒绝接受医生给他们制定的饮食和锻炼计划 那些有肥胖困扰的人 甚至感觉自己受到了批判和贬低 作者自己参加过一次专家就肥胖问题做的演讲 演讲中这位专家展示了身高体重比的曲线图 并要求观众在曲线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会后一个同事说 我这辈子从未有过如此被冒犯的感觉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这个讲师怎么这么说 话音刚落 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赞同 你看 这跟我们的一般认知非常不一样 我们认为形象权威的专家 有极强的说服力 没想到 专家的完美形象 有时反而成为一种冒犯 我们进一步问 借助那些减肥成功的励志人士来推广 行不行呢 他们的脱胎换骨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结果也跟预想不一样 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个实验 他设计了一款在线的饮食管理工具 提供给大学的学生教师们 只要他们使用了软件 系统就会发送信息 给他们的社交媒体好友 作者发现 有肥胖困扰的人 从成功减肥的励志人士那边得到通知时 并不太会采纳这款软件 而他们从另一个有肥胖困扰的人 那里得到通知时 更愿意采纳这款软件 数据表明 人们从跟自己身体情况近似的人 那里听说软件时 使用软件的概率会翻倍 这背后反映了一个心理学的经典原理 相似性带来可信度 人们在潜意识里 就是会相信跟自己相似的人 就是更容易跟相似的人有共鸣 接下来 我们来看作者的第二条建议 如果你推广的产品 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社会规范 那么 要找跟目标用户不同的人 做推动人物 你看 才刚说完相似性带来可信度 这又来了一个相反的建议 差别就在于 这个产品 是否挑战了社会规范 刚刚我们提到的饮食管理工具 是一个私人领域使用的产品 并不挑战社会规范 这个时候 你要说服的重点 就是这个产品对消费者有用 什么情况下 产品会挑战社会规范 拿谷歌眼镜来说 它表面上看是一个个人使用的产品 但其实挑战了社交规范 它有潜在的监控危机 也给面对面社交增加了屏障感 对于这类产品 你要说服的重点 就不是这个产品有用 而是这个产品被社会广泛接纳了 推动人物的多样性 比如 职业不同 学历背景不同 可以传递产品被不同圈层的人接纳的信号 当目标用户身边不同职业 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使用这个产品时 用户就会相信 这个产品被社会广泛接受了 也就更容易放心地尝试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建议 如果你的产品有社交属性 那么 也要找跟目标用户不同的人 做推动人物 因为社交软件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链接不同的圈层 越多不同的人使用 越能说明社交软件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链接不同的圈层 越多不同的人使用 越能说明社交软件的覆盖为度广 用户加入这个产品 就能跟更多的人产生链接 它自然更有意愿 小结一下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挑战社会规范 你只需要说明你的产品对用户有用 那么 可以找跟目标用户相似的人 来做推动人 如果你的产品挑战了社会规范 那么 推动人最好要跟目标用户不同 如果你的产品有社交属性 那么推动人也最好跟目标用户不同 好 到这里 我们探讨了变革类产品的推广路径 以及推广人物的选择策略 但是 要想让推广效率最大 我们还需要了解变革扩散的规律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变革的扩散 到底是循序渐进的 还是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临界点 一旦跨越 便会爆发式的扩散呢 按照咱们日常的体感 无论是一个消息的流行 还是一个颠覆性产品的普及 似乎总存在那么一个临界点 一开始 事情不温不火 到某个时点 突然爆发 最终影响所有的人 但是 这个临界点是否真实存在 到底在哪里 却很少有研究关注 所以 作者的这项研究 还是比较有开创性的 他发现 变革的扩散 确实有临界点 而且 他还给出了临界点的具体数值 25% 也就是说 当采纳人群达到目标范围内 人群总量的 25% 变革会迅速扩散 最终影响整个群体 戴蒙发现这个数字 起初是受一个人类学者的启发 这位人类学者叫坎特 他学术生涯中的一项重大发现 是公司中的女性比例 可以影响女性的待遇 坎特发现 当女性在公司只占较小比例时 她们容易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待遇 比如薪酬不平等 晋升机会不平等 等等 但是 当女性在组织领导角色中 占据一定比例时 公司文化会发生巨大转变 女性的地位会迅速提高 坎特通过实际观察发现 这个女性领导者的比例 往往是 21% 35% 这引起了戴蒙的注意 她猜测 变革的临界点应该就在这个区间 于是 她施展拿手本领设计模拟实验 来寻找临界点 这个实验挺有创意的 作者用取名模拟了一场观念变革 作者创建了 10 各独立的在线社区 每个社区有 20 1 30 各成员 实验的第一步是让成员们给照片中的人取名字 并最终达成一致 我们可以把这个步骤 理解成社区成员对某个观念达成共识 具体做法是 让社区里的成员随机配对 并对一张照片中的人取名 如果两个人的名字恰好相同 他们会获得奖金奖励 可以想见 初始阶段配对概率很低 但是 随着有人偶然配对成功 并且在下一次配对中研用这个名字 使用同一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 最终 每一个社区都就一个名字达成了共识 这时 作者安排了一些研究人员进入社区 并且故意使用跟社区共识不同的名字 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类比成推广一个颠覆 极有观念的创新产品 在不同社区 作者加入了不同人数的研究者 最小的占社区总人数的 17% 最大的占 31% 这些研究者在每一轮取名游戏中 都坚持不懈地用新名字 结果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在研究人员占比 17%到 21%的群体中 新名字始终没有扩散出去 几十轮的游戏对多数群体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遵循着既定的社会规范 完全忽视新名字的存在 但是 在研究人员占比 25%的群体中 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新名字迅速扩散 并且最终代替了老名字 成为这个社区的共识 而在研究人员占比超过 25%的群体 新名字都成功替代了老名字 你看 将新名字的数量从 10%增加到 14% 或从 17%增加到 21% 对社区内的多数群体没有影响 但一旦微调至 25% 少数群体就会对多数群体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个 25% 就是变革的临界点 不知道 你看到这个数字 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感受 挺震撼的 但是 这适用于所有场景吗 就这么正好吗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这个发现非常有创新性 但是 这项研究还比较单薄 目前 作者只有一篇论文 讨讨论了临界点数值 也只做了取名实验这么一个实验 而且 作者也没有对临界点背后的原理做出解释 不过 论文中有几个发现挺值得我们注意的 作者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 人口规模对于临界点的影响很小 也就是说 不管是 一百人的群体 还是 一千人的群体 还是 一万人的群体 变革临界点都差不多 但是 有一个因素会对临界点产生较大影响 那就是人们对这项规范的坚守程度 越坚守 越不容易改变 临界值就越大 不过 最大也不会超过 百分之五十 换句话说 无论你要推广的创新有多难 你需要影响的人也不会超过一半 只要超过临界值 他就会自己迅速蔓延 直到影响所有人 所以我认为 临界点的这个概念 更多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做事情的思路 我们在一个群体里做推广 不需要覆盖每一个人 每个群体都可能有一个临界点 我们可以去摸索这个临界点 利用这个临界点 引爆产品的流行 好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 这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 想让产品流行 要遵循怎样的推广路径 或许 我们曾经认为 依托一个中心人物 靠他们的影响力 实现产品和品牌的快速传播 是约定俗成的 但是 本书作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对于启动成本不高的产品 或许如此 但是对于变革类的产品 反而要从用户周围的人际关系入手 背后的原理 就是一句话 简单传播 依赖弱关系 而引发变革 依赖强关系 这不仅仅是因为弱关系影响力弱 强关系影响力强 更是因为弱关系 会带来人人都在谈论 却无人购买的尴尬局面 削弱人们对创新的信心 而强关系有冗于效应 可以让一个观点被不断加强 所以 作为一个品牌总监 推出一个创新产品时 依赖明星可能有反作用 相反 那些强关系中的关键节点 或许没有太强的社会影响力 但却可以深度影响周围的人 进而 我们探讨了第二个问题 在强关系网络里 谁是产品推广的关键人物 这因推广目标不同 而有不同选择 如果你想让目标用户 相信产品对它有用 要找跟目标用户相似的人 因为相似性带来可信度 如果你推广的产品 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社会规范 那么 要找跟目标用户不同的人 因为多样性代表了 产品被社会广泛接受 如果你的产品有社交属性 那么 也要找跟目标用户不同的人 做推动人物 因为这代表了社交媒体 链接了不同的圈层 具备更大的社交价值 最后 我们谈到一个关键问题 变革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 作者认为 存在 而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 25% 也就是说 一旦人群中有超过 25%的人采纳了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 就会呈现爆发式的扩散 但是 我们也要中肯地认识到 这个数字 或许不能覆盖所有情况 它更多是让我们打开了思路 要有摸索和利用临界点的意识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 谢谢本月 看 没有 ciud